开饭了 嘿嘿兄弟们 今天接了个大伙 你们说这么小的小家伙 能有多少肉呢 来吧 咱们烧点开水 哎呀不 是烧点温水 这哥们比我还着急 哎呦个 行啊 这温度已经上来了 来来来 现在就赶你了 哎呦呵呵呵 妈呀 好像烫着小脚丫了 我来试试 哎呦 还真烫呀 先把这货放进桶里 我来找个温度计 测试一下水粒的热度是多少 打开开关 加热放进去 哎呦 这温度糊糊的往上攀烧 我靠 五十多度了呀 搞点凉水中和一下 不然得出大事 别乱跑 这会儿该你了 前两天出去嘚瑟 招了一身虫子 今天必须给他洗洗 我就想问问 你们家的这些祖宗洗澡 也是这么嚣张的吗 反正我家的这个 是特别爱的不老实 就跟我打算吃了他的肉似的 但是不管这家伙怎么反抗 必须给他冲洗干净了 这个小家伙 其实还是蛮漂亮的 别人家的安格鲁 都能帮主人抓兔子抓鱼 而我的这只除了吃就是睡 就算行的 都让人不得暗示 不过看这样 穷冲欲望还是很强烈的 这些小虫已经被药玉 毒死飘出来了 你就在里面给我泡一下 现在这货情绪 已经稳定了很多 哎呀呀 你干嘛呢 我就给你去找个毛巾的口呢 这家伙还想自己个 越狱跑出来 瞧瞧 被卡住了吧 嘿呦 大哥 我说你老实点 进去进去 赶紧给我进去 好好地泡一下 看看咱们的小爪子 是不是很可爱呀 分嘟嘟的 就是毛有点多 这洗的也差不多了 身上的虫子 全部清理干净 现在就训练一下 我家的安格鲁钓 潜水抓鱼的技能 安全起见 我还是先用这个 刨皮钢测制一下 哎呦呦 可以呀这家伙 居然还会狗跑 不过就是这个泳子 着实有点难看 哎哎哎 大哥大哥 别跑呀 那边是墙缝 掉进去可就玩毒子了 哎呀真是对了 别人家的潜水 柔顺丝滑 我的这个 就跟个大傻帽似的 虽然我已经确定了 这家伙能够游泳 但是我更确定 这家伙肯定不会抓鱼 来吧哥们 今天咱又不训练你了 未来的这个暑假 必须给他培养仇 游泳健将 抓鱼第一高手